《扶貧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又是向左忙的節目時間 未正式開始節目之前 也先多謝兩位幫我們做首譽的朋友 Bonnie和惠蘭 好了 今集來說 你也知道現在五月底 其實如果大家也有留意到 這個星期六就是六四 即是由1989年到現在 都差不多二十多年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每一年我們在維園燭光晚會 去悼念六四似乎是一個例行公事 但這麼多年以來 我想最近有很多消息關於六四 無論是今天天安門母親 他們都有一個聲明 就是說有部分受難者家屬 都收到一些地區公安的通知 就是說跟他們談關於補償金的問題 又或者剛剛之前有一些研究發言 就是說其實六四 甚至超越2003年的七一 成為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之餘 都是成為了香港人 怎樣看北京當局的一個很重要指標 又或者甚至我們會說 每一年間都有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有些工作人物 對於六四有不同的看法 無論是有一位姓女的年輕人 她說到六四 只不過是西方國家干預 或者是前一兩年 某一間名校的學生 她竟然覺得六四是指污虛有 甚至是外國傳媒一手炮製等等 這些令人霸師不得其解的一些反應都好 無論你對六四有不同的看法 很肯定的就是六四已成為了香港人 中國人甚至華人一個永不磨滅的一個符號 我想今天跟長毛開咪之前都談過 不如今天講一下六四吧 其實長毛我將球拋給你 你怎樣去接六四這個球呢 其實在六四離籃之前 在內蒙古有些學生上街示威 當然這個上街示威是因為民族上有些衝突 其實民族衝突是甚麼呢 就是內蒙古本身是一個放牧的地方 因為蒙古人是逐水草而居 但是近年在開抗 開抗怎樣開發 應不應該開 其實跟蒙古人都有關 他有住的 但是很多漢族的人去開抗 大家不只是夢牛這間公司 我懷疑現在有一間子公司是開抗的 這是很正常的所謂大企業 就是多行業的不同面相 話說就引起了衝突 即是說你開抗 這樣開搞到蒙古人很不開心 或者悠然 沒有解決到周圍環境的問題 沒有尊重到他們文化的問題 話說有些抗工跟抗議示威的人在衝突 你都知道現在大陸 一般政府都不用出手 有些黑社會或者保安的人去做事 話說就好像聽說有些抗工 就殺死了一些示威的群眾 所以就上街示威 而現在就已經高度戒備了 就是那個南盟的首都 你會看到那個問題就是 就是中國是非常之緊張的 就是六四的前後 都是充分說明了一件事就是 到底蒙古人有沒有外國干涉呢 是不是 或者在這個 這麼多次中共的政治運動裡面 到底有沒有外國人干涉呢 還是中共自己發動的 這個就不講自明 就是死得最多人的 大約上 那到底有沒有外國干涉呢 或者是反右運動有沒有外國干涉呢 文革有沒有外國干涉呢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這位姓呂的小弟弟就真是 那麽論是六四有沒有外國干涉 或者是外國有沒有試圖影響過去 但你看到整個問題 你外國干涉怎麼會弄到百多萬人出來遊行呢 這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說法 就是百多萬人出來抗議 就是中國無民主抗議這個中共政府打壓學生 這是非而所思的 所以其實你看到一樣樣的 是吧 六四前夕你看到黃山素姬出來講 其實在六四大慘案之前 這個緬甸就是因為1988年 這個黃山素姬因為在教祖的時候 就回去緬甸探親兼且去拜祭他爸爸 他爸爸因為是緬甸的國父 黃山將軍 決定留下來 他本來已經去了英國讀書 讀完之後做完博士之後做了教書工作 他也嫁給了英國人 但忍不住留下來 他留下來之後 1988年領導全國民主聯盟 就贏了大選 即是九成選票 軍人得一成 最後軍人就決定了血腥鎮壓 不肯交出政權 之後因為有人上街抗議 就血腥鎮屠實 其實1988年的緬甸大屠實 就是1989年的北京大屠實的一個縮影 當然1989年的時候 人都無法用手投票 用腳投票 走去天安門或爛軍車或賓酒富豪 所以可以這樣說 岸山素姬再出回來 提醒了我們 由中共去一力支持的緬甸軍政府 雖然現在表面上 過度去民營政府其實跟中共一憂之樂 大家的交易非常之頻繁 中國也非常之以重他們的協作 在成華亞洲的政治運作上 所以你看到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兩個國家很類似 另一個就是岸蘇姬特意說 因為岸蘇姬出來之後 他就不停地接受到訪問 或者做這些攝像電話 他就跟劉尼波說 叫他要堅持原則 如果沒有原則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非常之有意義 就是岸蘇姬特意在這個時候出來說話 而港大亦都安排了 很特意 很奇怪的事 剛才你剛才說到港大安排 我知道其實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就是 其實港大都有安排那邊的教授 去到岸蘇姬家裡進行採訪 如果你說透過媒體報道 你會見到其實當然中間有視像電話之餘 其實也都是 岸蘇姬特意在一個有港大教授的情況之下 跟做人的訪問 我想當然最主要一件事就是 其實整個訪問在這段時間裏面進行 或者其實都很近六四 或者很近其實現在中共面對著那一種 內部對統治政權的那種衝擊 或者其實看回香港情況 即六四 又或者其實沒理花革命等等 這些政治運動的情境之下 再將這些環境插入一齊 大家都會見到其實究竟 在2012年 即是中共換屆之前 整個香港 甚至內地的政治氣氛、政治環境 是否單看經濟數據的增長 又或者看內地遊客來香港的購物 就可以完全解釋到上面是完全沒有事發生呢 還是實際上 即是那一種無論是內蒙古 內地沒理花運動 天安門母親 等等這些事件 又或者看回香港的情況 即是警方對於這個 市場人士的高度鎮壓 會否反而是一種內池外 將局面是非常明顯呢 我想大家都可能都會感受到 我覺得6月4日的出國賣會 固然是在6月4日這件事未徹查 未追究之前都有這個價值 或者在後面 即是過了都有價值 不過就是可能是由那時 即是未來將來的人去決定 即是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可以說 我想說的就是 除了這個意義之外 其實又有每一年都新意義 譬如現在2003年 現在變成一個反擊董經華大集會 即是因為23朝又來了 老董又一意孤行 而官司後見很嚴重 所以6月4日變成一個平台 就是大家反對董經華 即是有一個抑文大集會在台上 董經華我不妥理 我們不妥理 也都是為了7.1大遊行做一個聲勢 因為6月4日晚上 7月1日就去遊行 這個當然是 6月4日有一個作用就是說 令到所謂的議會者是能夠 一起去反省這個6月4日的問題 剛才長毛都說過6月4日和7月1日的關係 這幾年我自己參與這個6月4日和7月1日的集會活動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假設 譬如我們會說究竟6月4日參與的人數 可否作為7月1日遊行參與人數的指標 當然其實這兩年都出現了一個 可以成立反省現象 譬如前兩年的6月4日 不知為何這個特區當局高度的關注甚至鎮壓 令到6月4日參與人數是超乎大會想像 但去到7月1日的時候 似乎好像6月4日的聲勢不能夠維持到7月1日 當然也有可能就是說 究竟7月1日之前有沒有一些事件 令到一些未必真的會參與7月1日示威的香港人 他們決定在7月1日 將所有手頭上的約會工作 甚至娛樂活動 推掉了然後參與7月1日 另一方面就是說 今年7月1日 即今年6月4日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華叔已經過世了 在一個沒有華叔情況下的六四燭光晚會 究竟會是一個怎樣的六四燭光晚會 其實都令很多人注意 我想另一件事其實大家都留意到 就是說其實又資源會搞六四燭光晚會 其實資源會裏面其實很大部分都是泛民 又或者是這個 在去年五區公投裏面都很 跟政府很積極去到在幕後參與這個談判的一班泛民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會說 其實整個六四燭光晚會或者這個支聯會本身 其實跟這班泛民有一個很直接幫人的話 也會不會記影到有些人就覺得 你六四燭光晚會都是泛民和政府 政府背後談判那班人搞的 那會不會有那班人因為這個原因 而未必會對於參與六四燭光晚會 有一個很確實的決定呢 我相信這是一個政治的判斷 對於很多參加六四運動的人 跟其他參加政治運動 跟其他政治運動一樣 因為主辦者本身你不喜歡的 你會不會是因為沒有其他人可以替代它 而被迫 或者是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你參與這個運動的意義呢 那當然是有的 我自己也未必同意公民黨全部的事 他有時舉辦一些事 如果我認為是值得支持的我都會去 那六四就是其中一種這樣的事 其實如果你說不參加六四的集會其實很簡單 第一就是你要分庭抗禮 你要自己搞 那自己搞不到的話 那你就即時表達不到你自己 那其實你走去祝國晚會 去表達那個哀思都可以的 那如果你去了之後再搞其他 你自己的事都可以的 其實最重要的 去祝國晚會就是說 去凝聚一個最大的公約數 就是我們認為當年的屠殺是不對的 我們要求釋放所有的被捕民民 尤其是政治犯 現在還有結束一黨專政 追究屠城的責任 建設民主中國 那跟這五大綱領其實是可以去的 因為此其一 現在去得多 為什麼呢 我都說每一年的六四 有每一年六四不同的解讀 其實今年我們會想到什麼呢 就是特首選舉 但是最後又幻生之節了 就是23條是否應該立法呢 所以我覺得六四應該是一個 今年一個很大的平台 就是反對這個23條 這個是第一個對他的挑戰 就是如果你說要立了23條 你看看維尼文有幾點燭光 是反對定了23條 那我相信這個支聯會 或者民主黨 未必做到這樣的轉台 當然這樣轉也不是容易 但是我覺得應該嘗試做 因為你在大會宣言那裡應該有反應 你在整個印製的單章上面可以反應 就是你一個宣言可以隨時改 這個問題在於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身為一個團體叫支聯會的話 你應該第一個去反對23條 因為23條的對象就是支聯會 其中一個對象 因為支聯會五大綱裡面有結束一黨專政 那結束哪個專政呢 就結束中共一黨專政 那它本身已經在某程度上 interested party就是它是利益有關的 就是如果23條都通過了 第二你身為一個支援國內民主運動的團體 就是你不去領導香港人反對這條可法的時候 你將來怎樣可以繼續好像現在這樣 享受一些殘存的自由 去悼念六四的死難者 或者是阿俊儀說更多的東西 所以其實在某程度上是意不容辭的 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想 第二就是說你每一條的主題是一個新的主題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這樣說 就是這個是我覺得責無龐大 而不容辭也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就是提醒香港人 你不要以為六四死了的人 已經算數了 已經變了骨灰 或者去了別的地方做人了 其實問題就是 如果六四不平反的話 或者六四不徹查追究的話 即23條這個立法是包面的 有些立法一出現之後 即使說我們現在享有的自由和權利 你便會受到一個剝奪 就是譬如港版國安法裏面 不讓你用言論來鼓吹反對政府 是不是 因為很簡單 這個就是 或者一對新聞自由的限制 或者一對結社問題 集會問題的限制 我舉個例子 就是這樣說 23條以後 他不能脅迫政府 脅迫政府就是 你做一些東西大於政府 如果你不做的話 我會怎樣 其實在很多遊行事會裏面都有 唯獨就是 中共政府和特首政府 不用這樣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而且都不會太遠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 如果民主黨和支援會 不出聲的話 其實是難事其狗 我想很難不出聲 因為大家都記得去年 很多人都會懷疑 會不會民主黨 那班支援會成員 會不會這樣 結束一黨轉正 當然有一種懷疑 或有一種質疑的背後 都會懷疑到一件事 就是民主黨 既然在去年五個公投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 很多人都會認同 已經出賣了香港民主發展 那究竟在一些政治正確的議題上面 會不會都是退約 那當然我想 民主黨暫時都不是去到一個 這麼極端的情況 就是在一些政治上面 大是大非的一些議題上面 完全是收了聲 或者完全決定不說 但是去到今年 究竟民主黨 作為支援會 其中一個重要的一個部分 會不會在一些言論 或者在一些口號上面 有一些改動 都可能都認到很多人會留意的 還有我想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整個六四的一個 導致活動 並不是屬於某一個組織 或者某一個政黨 更加重要一件事就是 這些活動作為一個平台 是不斷提醒香港人 你遺忘歷史 遲早是被歷史懲罰 這個反而是整個六四悼念活動 背後一個更加重要的深層意義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在六四祭關晚會 當然其實正在今年在星期六舉行 也希望因為不是在上班的日子 令到更加多香港人能夠參與 大家知道其實內地一些自由團 就是自由行的一些遊客 其實都某程度上很專程 來到香港參與一個六四悼念活動 一方面就是 令到一些可能對這件事 知少少的內地人 都能夠有機會 親心感受到這個一國兩制之下 香港仍然享有那種很有限的自由 但另一件事更加重要的是 在我自己任教院下裏面 認識的內地學生 都會很多對六四事件 都好似一知半解 或者知道一些點不知道一些 這會很多時候作為任教 相關科目的老師 其實都有一個好重要的贊言 是透過課課課課課課讀 甚至課課課課讀 令他們更加知道 疫情是一件甚麼回事 所以在網絡上 最近也有一些 像夷联會 教協也做了一段片 講解六IV事件的前因幸法 享受文化傳承 甚至政治壞議權方面 都能夠令到一些不認識六四人 透過網絡媒體都認識到六四 究竟是甚麼回事 當然我覺得民主黨似乎比較吃力 因為其實以前司徒說 他一定要做 死了也要做 今年很奇怪的例子 六四簽名司徒說有簽 他就要簽了 這當然是司徒說的委員 就說我死了也要簽 很奇怪 因為這樣 很多死了的人又要簽了 都有份 那個人在司徒說未死之前 是沒有辦法死了也簽名 因為司徒說死了也要簽名 那些人又被迫死了簽名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他都看到在資源會出現的重大問題 就是對華叔的一個個人崇拜 我認為資源會現在還不提23條 是一個錯失的很大表 因為你多難才能做到幾萬人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 特別是這五六年的六四燭光晚會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 就是說我悼念六四是悼念國內的民主運動 在1989年被鎮壓 但是其實我想這幾年大家都會醒悟到 就是連香港的民主運動 甚至香港言論自由 媒體自由的空間越來越收窄 所以六四很多人都開始留意到 就是不僅是悼念1989年的事件 甚至都有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象徵 就是會不會香港人本身自己是民主自由呢 如果再不去用具體行動去捍衛的話呢 會不會都是預先為自己悼念一下呢 所以我想參與的背後不僅是 你花三四個小時時間在環影廠 拿著蠟燭或洋燭那麼簡單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表態 是給特區政府 給財務權 甚至給北京幫助 知道香港人現在是怎樣想 香港人現在的想法 我覺得其實很清楚 中共的口徑都很清楚 初後就說要立 但是開始人們在質疑的時候 他就說什麼時候適當我沒有說 當日范瑞是非常狡猾 其實他說我下一任特首一定要做 因為這是個義務來的 也不是洪水萬壽 再問他的時候 他說我適當的時候立 所以我覺得現在第一擊 第一擊就一定是要立即去回擊 這些貿論這個詐話 我現在告訴你不是適合的 是否有十多萬人出來 或者超過十萬人出來 是響應大會的號召 就是要反對23條立法 這個當然是對於整個23條的抗爭 即是反對23條的抗爭 是一個立竿見影的好處 即是大家不會覺得是為了過去做事 現在是為了現在做事 甚至是將來 還有剛才說過 如果你說今年六四最主要的意義是 其實三位跑賣者的候選人 其中一位是范太 說到關於要提翻制下屆 特首要處理23條立法的話 我不知道是他因為他覺得現在形勢大好 不如就拿23條出來玩一下 希望玩慶過市 還是范太以為香港人對23條的抗拒 已經是跌到最低了 所以就算推23條也沒有香港人反對的 我不知道范太怎麼想 我不是范太 但是很明顯的一樣東西就是 如果我們透過六四祝關晚會裡面 他有說說就是 其實如果23條立法 究竟大會喊一個口號會不會有罪呢 或者大會整個組織搞一個活動 參與的人也是不是有罪 這一個反而是更加重要 讓大家覺得我們那個言論自由空間 不是一定是take for granted 是一定會政府會給你 會容許給你 大家都記得去年 就是資源會搞的 在時立廣場的一個活動 被人抹修了這個民主女神像 大家都知道就是 就是 特區政府 又或者特區政府幕後的黑手 他會無所不用其忌 去做一些小動作 可以說是恐嚇的 亦都可以說是其實 警告一些人 你參與六四祝關晚會 其實我何時去動你呢 不知道的 所以我想 無論是今年或未來 參與祝關晚會本身背後 都有一定的意義 或者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可以說其實都說得挺比觀 就是作為一種抗拒特區政府 利用可能是警察 司法 又或者利用一些媒介 警告香港人不可以再關注這些事件的行動 其實我就 我認為香港局勢當然是非常之亂 你看到葛輝出來指證 政府當局用政治考慮來批錢給一個民建聯的衛星團體 這個就是很明顯 葛輝作為一個前公務員 是在葉劉的新民黨的卵役之下攻擊他 我們要看他到底說甚麼 你看看白熱化 其實的確確在中共裏面 有一批人認為要不單只貫徹過去 廖輝的所謂不接觸不談判的策略 還要壯大所謂愛國愛港的力量 來維穩 為香港穩定繁明 這個 呼之欲出的就是為梁振英造勢 令到別人覺得政府非常之差 他們自己的內部鬥爭 這個也令到他們有分化 就是向掌面兩邊走一個就是更加強硬 更加高壓 一派就是希望談 在這個 五區公投運動的時候 其實是兩種方法有用 當五區公投出來時就先打一輪 跟著鬧完之後就由那些所謂 軟那派去找民主黨談 其實也是 那些超影師早已找到談 不過時機未成熟 你看到兩派都不容鬥 結果陳哀樂定就是 那個所謂溫和派贏了 所以很生氣 現在要捲土重來 一定勢都要堆倒曾蔭權 就是要搞到香港人 即他們原本可以稍稍舒緩的 堅持獨裁的取念 不要 帶一個樓頭畫面出來告訴大家 我是牛鬼蛇神 這個當然是不尋常 因為這個 不單止是對他們政敵的攻擊 因為習近平的儲君地位 現在雖然間是儲君 但未坐正 所以習近平只有一個工作 現在就是所謂中路中央 港澳小組的組長 如果他搞不定 只要表面上很亂就搞不定 所以其實這個挑動 即他們自己 真是反中亂港 反對中央亂香港 反中亂港是真解釋 你會看到的其實 泛民在這個角色裡面 因為我沒有怎樣跟他人來往 就是有沒有被人當是棋子 其實是真是不知道的 但我覺得 在那盤棋上 你未必說你覺得是棋子 就不用做事的 因為那盤棋不是你擺下的 我撐局不是你擺下 你可以有權去拆 有權不去拆 但問題就是你不拆就不行 因為香港人已經投了票給泛民 或者在各樣的大小的事務 都給了他們的支援 其實就希望泛民領導的鬥爭 我覺得泛民在這點上 是不能夠再退縮 而且要早些出擊 才能夠爭取到更加大的回旋意地 很有趣 聽泛民據我有限接觸 其實他們可能對內地不同 可能是習近平 或者可能說到之前江澤民那一派 一些權力鬥爭 或者權力鬥爭背後的一些 在香港黨語的一些互動 我不知道是他覺得很敏感不說 還是他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想作為整個政治遊戲來說 內地的政治鬥爭 而影響到香港內部 有三個不同的候選人出來 在大家互踩互鬥或是互片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政治機會 令到泛民從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如果你說好像牽合雙手 吃著花生等看電影 又或者完全對他們三個人內鬥 一無所之然 不如梁振英那邊 或者梁振英那邊 可能到頭來都會輸到一頭腦 問題是泛民可能有否有人會覺得 既然有三個人爭 不如我們泛民找些人出來 四頭馬車可能有機會 或者是機會更加接近 我覺得其實 理論上 你很難說一選舉就不行 當然我們一路都認為 應該參與那個小金主選舉 但你如果要參與的話 你不能夠不給一個理由香港人 由你香港人去決定 你牽合參選 我覺得 所以其實在 五區公投的時候 不是沒有這個原念 就是到底 二十三條來的時候 怎麽頂呢 我真是現在看不到 民主黨或支聯會有什麽 的法譜拿出來頂 是吧 何俊仁就說 不如將來那個 超級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就有了 我只有十元都會贏了 我自己覺得 現在應該不排除 我們再有一個 五區公投的選擇 我當然要找其他泛民去商量 始終說到尾就是 如果我們任由中共再次立法 就是中共在香港用它的代理人再次立法 而通過了二十三條的話 其實我們是自掘墳墓了 當然它未有二十三條可以鎮壓你 警察抓你 但二十三條裏面 很多根本就是 第一是異言入罪的 第二就是 基本上 是要被告人自己證明自己清白的 有些有罪推論的原理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不應該去接受的 我覺得 我希望大家在六四今晚 一定要去 華園那裏無論如何都要表達 就是反對二十三條 我也在考慮著 到底這個這樣的 Campaign 應該怎麼搞呢 我都 其實 雖然會否應該 在那裏搞什麼運動 或者做其他的 所謂 這個 Campaign 搞一個表態的集體行動 我覺得 無論怎樣說 6月4日今晚請大家去 因為 只要我們稍微人少 那裏政府就會啞策策 我們看這個 不舉公投 大家可能 很多不知誰是否正確 民主黨說不要投 我就不可以投了 我覺得今天 我們沒有理由 再拖延反抗 也都 再沒有理由 是民主黨 或是支援會 不提出的方法 是嗎 如果你不是用 居風投立法 你用什麼方法去反對 23條立法 當然我不知道 民主黨本身 對23條立法 怎樣看 或者其實他用什麼方法 抗拒立法 還是其實 最終還是 可以 我在立法會裏 我會和當局 進行一個遊說 將他扣探索 但實際上我想 是否扣得淡 他自己都心想有數 但其實 如果今年沒有華叔的 六四燭光活動 又或者 我會說到其實 2011年 差不多是曾蔭權 作為特首 最後一屆的 這個 就是最後一屆特首 就是明年選過的 一個六四燭光晚會 我想其實意義都會頗重要 很大的程度上就是 例如警方對世民連的 一些示威行動的 一些很具體的認對付 或者會否是相同的手段 亦都是用回 我覺得現在 藉口是公開打壓抗爭民同 3月6日 逮捕了113人 他現在就嚇你 你動不動 123人 我6月8日才告不告你 是吧 這很明顯是一個 打壓就是去 考驗 113人的鬥志 即是說 這個傳媒在吹噓說 新的抗爭形式已出現了 舊的無用 但當它說新的形式 它未必是贊成那條 只是想證明舊的 已經無用了 一個discredit原來搞開的運動 我沒有意思就說 原來那個已經很好 實際上 現在 騰一輪說完車位人亡之後 真的要動你 立即動你 不是開玩笑的 我覺得那113個朋友 有你自己怎麽想 我真是又忠告一下你 即是你真是要想想怎麽抗爭 如果不是的時候 老實說 你就嘲笑你 原來 拉一拉就縮了 是不是你和我講 即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有僥倖 如果大家覺得是僥倖的 即是說 看看怎樣 你一定是 會被政府 玩弄於股象之上 第二就是 如果你自己沒有十足的把握 去抗命的話 我真是勸你大家不要 為何呢 我聽了一些人說後悔 我怎麽沒有後悔 有些人說 原來真是要拘捕 或者 不知道會否告 或者不知會否留案底 我聽過很多 我亦都處理 即是我自己都去過很多這樣的示威 很多時你勸他 即是說在世古利益之下 或者是沒有準備之下 或者是警方一個 押倒性的優勢 或者設陷阱的時候 不要輕舉妄動 就被他罵了 我覺得 大家真的要吸取這個教訓 他從來都不會和你玩 只要他一轉過策略的時候 我講就是說 當共產黨裏面的某一派 覺得他有必要再用強硬的手段 不迫使香港去局勢 有機會有一個極化的轉變的時候 他當然是不會輪識你 我覺得他希望大家明白這件事 我覺得無論怎樣都好 都是要參加這個六四中國集會 因為這是一個表態 如果大家有時間 請在網上 或者在你的Facebook 或者在你的組群裏面 呼籲 亦都親自打多點電話 叫你一些可能沒見到很久的朋友 同事 親戚 我覺得反正是星期六的晚上 我希望大家能夠抽時間去 我覺得今年的六四 所有晚會是非常之有意義的 或者節目時間去到這裏 或者節目未見到之前 都希望大家密切留意香港及內地的政治發展 因為我想六四滿身不僅是星期六 晚上的燭光走的那麼簡單 更加重要的是 作為是驗證一個華人的政治良心 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所以今天節目結束之前 先多謝Bonnie及惠蘭 都幫我們做這個首語的翻譯 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裏 或者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及博物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你還可以再加上 union 再加上鎖